好 同学们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 after in phase各个窗口的功能介绍 那么这个呢 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到 就是老师以后操作的时候 你们有一些命令 应该到什么样的对应的位置去找 那么我觉得这一节课的东西呢 对于大家入门来说啊 是比较重要的 好 我们来继续来回到我们的after in phase里面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可以新建一个全新的项目 我们把项目呢 也叫做comp对不对 叫做project 叫project 那么这是项目窗口 那么项目窗口呢 它可以用来存放我们的素材 好 我们双击进入我们的这个图片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你任意可以调用一个 我们的这个素材窗口 好 我们这时候呢 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素材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找到 我们的lesson应该是03 是不是啊 我们的项目还安利安利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因为它没有图片啊 我们这时候直接找到我们有图片的那一个就可以了 那比方说我们任意的载入一个图片 对不对 或者它不仅仅可以导入图片 还可以导入一些简单的小的音乐 以及我们的啊 比如说这个原文件也是可以导入进来的 你看啊也是可以导入进来的 视频图片音乐都可以导入进来 包括项目文件啊都可以啊 绝大部分的格式都是支持的 好 这是我们项目窗口的一个作用 对不对 好 那么项目窗口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窗这个这个解释素材呢 哎 我们不用多说 他比如说你要去解释宽高比的问题啊 对不对 適合的问题啊 那么这个新建文件夹呢 太简单了 太好理解了 对不对 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我们单个的这个 那耗子我们这时候直接把它扔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哎 你看他是不是在这里面呢 啊 这个Camp是什么意思呢 哎 这里面他现在是序列 这个序列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试预览窗口啊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的预览窗口 好 我们这时候 我们这时候呢 直接找到我们的一针一针的去进行查看就可以了 但这时候如果你最后要进入合成窗口的话 那么这时候你直接把这个拖到这个按钮下面来 就可以了 你看它是不是就在合成窗口 而合成窗口的话 我们绝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把它叫做comp窗口 新建一个comp 那么这时候它就有对应的效果了 能看到吗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project窗口项目窗口 好 这个两个呢 一个是预览素材的 一个是查看最终效果的 这个是我们最终合成的效果 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要去添加特效 我们怎么要去添加呢 好 在窗口菜单下有一个效果窗口 我们这时候直接找到我们的对应的效果 对不对 好 我们的不对 好 找到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效果和预设 我们的效果和预设 有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当时有一个效果和预设的 比方说你要添加一个特效 比方说我要添加一个合成的特效 比方说这个 对不对 在合成窗口里面 好 我们这时候把项目窗口的同时的去进行一个调用 项目 找到我们的项目窗口 对不对 把项目给调出来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加一个比如说调色的命令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更多一点的图片了 那么我们这时候找到我们对应的图片 找到我们的图片 好 这时候我们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图片 那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任意找到这一节课的图片 我们把它先扔到图层一里面来 那如果我要对于它进行一个颜色的调整 颜色的校正 那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要加一个色相的 对不对 这个它是一个中文版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时候色相 色相保和度 直接拖到这个画布里面 或者你拖到这个图层里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直接拖进来 那比方说你要改变它的颜色 我们这时候最简单的一个彩色化 哎 你看我们这个颜色它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的 能看到吗 哎 它的颜色很轻松的就进行改变了 哎 非常的方便 是不是啊 哎 如果你这时候比如说老是 我想把它做成一个简单的啊 小的动画 老是在这边去写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的表达式 对不对 好 他因为他的值是0到100的啊 那所以这时候你看看 哎 他不停的在变化颜色 是不是不停的在变化颜色啊 非常的简单啊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关于啊 特效窗口 特效窗口呢 它是配合我们的啊 这个项目窗口的 是不是啊 配合我们的这个合成窗口去进行一个工作的 那么至于你看这个就是播放的了 预览的了 对不对 你循环次数的了啊 啊 素材窗口 这里面有酷的呀啊 这是我们的 Adobe CC体系里面的一些东西 你也可以把你之前做的一些东西 你看看什么都有啊 在这里面非常的方便啊 包括你的文字窗口啊 调整文字的 但凡是在这里面我们说渲染窗口 是不是啊 渲染窗口都有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如果你遇到比如说你的UI 这里面的项目窗口的UI被改变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你看在这里面有 比如说你是专门做动画的人员 对不对 哎 他这时候是做动画人员的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UI的方式 就是用户界面 能看到吧 那如果你比方说我是专门做特效的 哎 那他又是一个啊 UI的方式 总之呢 非常的方便 那总之非常的方便 好 那么关于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 软件的一个界面上的介绍呢 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啊 具体的话 我们等我们后面讲到对应的案例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呢 一听就明白了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 我们这一节课呢 先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